衣食住行,它们构成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同时也成为最伟大时间叙事中的历史住脚。 前进,前进,当中国已经迈入时速辆300公里的高速交通时代,人们享受着高铁、风驰、电车带来的便利。 一列时速只有30多公里的绿皮火车,依然咣当咣当地行驶在泰山山脉连绵的群山之中。 让我们用三天的时间在这里也被称为全国最慢的绿皮火车上,一起寻找那些最美的时光。 幽幽行驶的7053、7054次列车,44年来往返于资博与泰山之间,搭乘着无数颗年轻的心奔赴梦想的旅途, 也将无数私家心切的人平安地送上归途。 在与岁月一同流淌着向前的路上,他见证着时代的诸多变化,自己却默默地执手不变, 以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温暖地穿行在乡村田野山间。 他叫赵新华,经常坐这趟车的人都知道, 他是这趟列车上的老列车长。 退休就半年多了,这第一次坐小花车进山。 现在正坐这个小花车,跟之前能坐得出一会儿。 哎呀,觉得这个心情放松了,真正作为一位旅友了,出去玩。 上班的时候呢,又坐这心,现在春时放飞心情了。 1981年的夏天,18岁的赵新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制服,成为了一名列车员。 从小就是在铁路边上长大的,所以说看着这个列车员,觉得很新生。 所以说就从小因为也是铁路自己吧,就喜欢这个工作,所以说一直就在这个车上。 从18岁到55岁,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这趟列车上度过的。 他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 这趟列车见证了他的成长,他也在这趟列车上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 变化可大了,原来八亿年跑车的时候,从这个车旁来看,那个时候是木头作息,木头地板,这周围这枪子全是木头。 现在发生这个七作息了,而且改造作息套了。 那个时候全是弄迷旅客,因为咱们这趟车是金出大厦的唯一一趟车。 弄迷旅客很多,出来卖山火了,再又是干击了,走亲戚了,基本上是坐载的这趟车。 原来的时候这农迷旅客是挑着单子,刮了刮,把这个山火带出这个大厦进城去买。 现在就不用了,随着近几年这个旅游这个特地的兴起吧,这个旅游进山,就是赶紧,买农茶品,再又是吃这个农家乐,给这个沿线的这个村民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从开通之日起,7053次列车就成了沿线村民出行的主要方式,被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为装户列车。 风雨无阻,准时准点的小火车上有了山村生活气息,更增多了村民们对生活的期盼。 人们坐着这辆车走出大山,走向外面的世界。 如今,绿皮小火车成了沿线山村通往小康的致富快车。 车厢里,一个正在玩陀螺的小男孩吸引了我们。 今年60岁的倪大爷在外打工虽然收入微薄,但是给小孙子花钱从来不犹豫。 看到小孙子开心,他就觉得幸福,觉得满足。 15年前,倪大爷乘着这列小火车,第一次将儿子送出去打工。 时光飞逝,15年后的今天再乘小火车,已经是带着小孙子回老家看望老人。 过着火车挺方便,一个是方便,别给他死会花钱少,算是没有理解。 你第一次坐这个小火车,是什么时候去打工吗? 第一次坐这个小火车,应该是在零三年,也是坐在南厨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坐火车是干嘛呀? 那时候坐车是送孩子到这边来打工。 他第一次过来干活,找人也是不大放心,一直把他送过来看看这个工作环境。 现在是在这边做回家? 对对对,是。 一列火车承载着三代人的故乡情。 他会让儿子记住离家时的初心,让孙子记住回家时的方向。 列车在运行了近六个小时之后,准点到达泰山站。 列车在泰山站停留三十四分钟之后,便载着一车的旅客再次启程。 在车厢里,我们注意到了两个从泰山站上车的女孩。 她们在来无读高中,每隔三周都要乘小火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希望三年之后我能考上一所不错的本科大学。 努力地学吧,不能辜负他们家人对我的期望吧。 那你想要的大学在哪里? 上海吧。 因为我想要去上海那些大城市去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走出去读大学,看看外面的世界。 中考试没有考好,女孩心中充满愧疚。 为了在三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她选择奔赴他乡读一所私立高中。 想想父母,反正我爸妈挺辛苦的。 因为我爸早上四年要去上班,我妈就是舍不得请假的那种。 我妈是个幼稚的老师,我爸是一个食堂的工作。 我小时候就是那种经常生病嘛,就是我妈就是挺辛苦的。 那就是我买水罐牛奶什么的,就我放在箱子里,就我每天吃点水罐,每天晚上喝杯牛奶。 这一声声叮咛,虽然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是一份份沉甸甸的爱。 激励着这个独自在异乡的15岁女孩,为了梦想奋力拼搏。 或许生活并不会总是如人所愿,但周舒贤从没有停止追逐梦想的脚步。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家人,愿她所有的汗水都有所收获,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 小火车承载着女孩远行的青春梦,继续缓慢前进。 全国的列车都在提速,只有这列小火车几十年来,还咣当咣当地按照原来的速度运行。 从资博站到泰山站,全程172公里运行五个多小时。 跟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比起来,她更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 或许生活运行运行的很浓地30分在内衣。 少少公里,几次全面小,今年 circumstance。 лес和 30.urb for sale 早晨6点10分 距离发车还有40多分钟 列车上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忙碌了 40多年来 燃煤勾暖和用锅炉 为旅客烧开水的传统 始终保留着 每天发车之前 列车员都会将烧好的开水 加到饮水桶中 方便旅客随时引用 女士们 先生们 开往海山方向去的 7053次列车 很漂亮 6点52分 7053次列车 准时开始了新一天的旅程 尽管速度慢 且设备简陋 但是这列绿皮小火车 承载了无数人的时光旅程 总有让人无法割舍的理由 这是赵承彪 第一次单独带着儿子出远门 也是6岁的儿子 第一次乘坐绿皮小火车 显得有些兴奋 今天早上 他可能还不到5点的时候 然后我就和他说 对 我就和他说 然后今天我们要坐小火车了 你能起床吗 他自己就接着就起来了 可能平时上学的时候 感觉就要他都不愿意起床 挺兴奋的 高兴吗 高兴吗 高兴是吧 平时工作也忙 也经常出差 感觉也没有时间陪我孩子 然后正好利用个年休假的时间 请个假带着他 然后毕竟也毕业十多年了 然后回去见一见同学 去去旧 2004年赵承彪考入山东科技大学 那一年 他第一次坐火车走出了家乡 如今再次登上这趟列车 不再是因为便捷省钱 更多的是对小火车 以及那段乘车 往返于家和学校的 美好时光的怀念 因为它象征着年轻时的远行 奋斗和梦想 这一站 这一站就是刘正站 还停了这一站 这一站又下车了 那上次我开车车了 然后到这个地方 你不看到吗 就看这个小火车 老家离家也就是三四里地 然后就把爸骑着自行车 或者骑着个摩托车 然后把我送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坐上这个火车 去太阳了 去学校了 以前那地方还有一个 卖票的一个小屋 现在应该都是上车的一步 卖票了 这应该就有人在 曾经这列小火车 承载着赵承彪走出大山的渴望 也承载着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今已是满满的回忆 第一次走出大山的时候 然后就是坐这个火车 然后坐这个车 然后去了台湾 然后去了我的学校 很憧憬很兴奋 因为那时也是考上大学 拿着那个通知书 然后就是特别想大学生活 然后坐这个火车也比较开心 比较高兴的那样 现在在坐上这个车 就感觉一种满满的回忆 然后回想大学上学的时候 基本上这每一个大阵都能记下来 从刘正黑望 然后再下一站黑望北墨 原浅 然后再一站是南博山 然后莱武东上高 然后又到台湾了 那时候我就记得 当时有一个 一个列车上是个女的 然后也挺好的 有个大姐嘛 现在这次坐车也没碰上他 不知道是不是退休了 十几年过去了 对于这趟列车和车上的人 依然保留着一种特别的感情 然后 爸爸 帮我一看这儿 哦 这儿说出去 这儿得很老一点 对 对 就像等你在打的时候 你也坐着那个车 然后自己坐着回去看你奶奶 看你爷爷 然后你到那个刘正站下 然后让你爷爷奶奶过来接着你就行 好 行吗 嗯 你也挺好 即便走遍千山漫水 始终保持能力重回故乡 在缓缓前行的小火车上 每一段旅程的背后 都存在着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有人带着这记忆远去 有人带着它归来 由于有不少停靠站是在村庄里 交通不便 所以像姚萧卓这样 每天坐小火车上下班的职工 还有很多 我是一五年八月份 通过吉南局的招聘 然后来到这条县上 刚来的时候挺激动的 那里的环境一开始也没跟我爸 我妈说 我妈给我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就有点要哭了一声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上完大学毕业以后 会在市里工作 条件能稍微好一点 我没想到会一毕业一工作就到山里来 所以心里上会有落差 原本生活在辽宁的一座小城里 梦想着大学毕业之后能去到更大的城市生活 可没想到却到了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小站 从最初的失望到如今的信心满满 杨潇拙用最短的时间调整好了自己 工作三年多来 认真努力的他 如今已经是车间里最年轻的工长 8点41分 列车准点到达黑望站 一下车 杨潇拙就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可能在别人看来 我们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有时候扫扫灰紧紧螺丝 测试一些数据 但是正是因为小的细节 包括一些正常的数据测试 才能确保设备运行正常 保证行车安全 7053次列车沿途24个车站 除了资博 来吴东和泰山站之外 大部分都是像这样位置偏远 条件简陋的小站 为了确保铁路运行安全 还有无数像阳潇拙一样 无论春夏秋冬 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人 中午12点41分 列车准点到达泰山站后 我们跟随旅客一起登上了返程的列车 1点15分 列车再次出发了 还有买票的没有 上车没买 师傅买票 直播一个 直播一个 拿筹一个 从哪上的 年轻 一个四块 一个三块 这样是七块 七块 七零五三次列车 沿途经过159个寒洞 56座桥梁 22座隧道 这趟列车 除了资博 来吴东 泰山卖票之外 其他的站 全是在车上补票 这也成了这列小火车的一大特色 作为列车值班员 避风在这趟车上的工作量 要比在其他列车上多一些 工资待遇 也远不如其他线路 但即便是这样 一年前 避风还是主动申请 调来了这里 你这回 正当年的时候 来跑这个小火车 会不会觉得有点七彩了 不会 到我们这个年龄 这个父母 见代的时候 想进那些秀 该走进的就进 你像我父亲 去年突然没了 我的前面 就是全是在跑床 现在想见年轻 父亲的突然离开 让避风感受到了 子欲养而亲不戴的遗憾 那一刻他意识到父母最需要的是儿女的陪伴 再多的惦念与物质回报 也不及守在身边的陪伴来得实在 为了每天晚上都能回家陪母亲 避风主动申请调来了这里 老人养你一辈子 有些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工作 还有这个名利 还有职位 这些 钱没有用 有些时候 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一个数字 等你那个时候 你有多少钱 他就回来了 你就觉得 他不如有些时间陪陪他 对孩子嘛 很多孩子长大了 就能理解 我觉得 我儿子 挺理解的 他从来没过 到过什么了 听话懂事的儿子 一直是避风的骄傲 但是对于儿子 他的心中却充满愧疚 我儿子上 上高中以后 家长的回復 这个恩师 我刚才有几次 那样是钱人 不是好肯定吗 老是眼后 那是不在家 都是他妈去给的 孩子上学啊 马上都考了 花钱 对吧 我儿子还是 就是艺术特长生的 那孩子现在一年 你花多少钱 哎呀 我没具体算过 像 他上专业课 一节课上北京去上课 两千块往上 一节课 然后 一个月去两次 我说 我都 在讲 反正 反正家里人有多少钱 是你先给你 能够出来 你上了大学的时候 我一个月才多少钱 铁路工人的钱也不多 压力其实还挺大的 不是挺大 是巨大 巨大也就有 我就讲了 就这两年了 巨大也得哦 什么时候他上了大学 他上了一些 没有一次经历会白费 没有一声叹息 不留下回响 现在所面对的一切 都是为了下一站的幸福 如今 跟随火车旅行的旅友越来越多 他们身穿冲锋衣 脚蹬登山鞋 背着大大的双肩包 三五成群地坐上这档火车 寒来暑往 春去东来 四十三年过去了 一波又一波的旅客来来往往 不变的 十七零五三次列车上的人情味 你到高铁吧 你不朝着去了 没有这个气氛 然后你说吧 你到底 你跟车你就体验到了 体验那个气氛吧 可以说 你真正吧 你开着车玩吧 你就没那么意思 是 你看现在这个好处 这个车上 还是车一车一笔的 上车满就 今天 小火车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旅客 他们是一群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第一次登上绿皮小火车 孩子们兴奋且充满了好奇 你也可以眼睛看车窗外面去 看一下深秋实践 孩子都想做鲁皮小火车 我们这么就组织了 挺好的 只要你管个脚 不是给我来看看 我们这个动车也好 这个高铁也好 是怎么发展成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在科码上 是学不到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辆装户列车 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一辆旅游专列 更是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对这趟列车充满兴趣的 不仅是来研学的孩子们 还有专程赶来体验的防海宴 这次行程呢 就是把整个的沿途的这种风土人情 包括整个的沿线的这种地点 再就是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制定这个整体的方案 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坐上车火车来旅行了 对来一个慢节奏的旅行 爱情专行 一年前防海宴辞掉了工程监理的工作 开办了一个交友平台 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当起了红娘 我接触的这些客户当中 普遍都是三连一线 早晨一向七点上班 到晚上呢到六七点钟回家 基本上她是没有太多机会去接触外界的 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给她们创造这样的机会 交流的机会 让她能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这样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共同地走出家门 能够就是摆脱自己的这种小圈子 融入到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当中 通过各种活动 为单身男女创造交流的机会 一年多的时间里 已经有近三十对成功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有情人牵手成功的背后 是她每一次的用心付出 我觉得火车在我心里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个像一个人的人生一样 在某个阶段你经历了什么 走过了哪些的风景 或者你遇到了哪些人 说不定大家在某个时刻相遇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火车有回程 但人生没有 愿忙碌的有情人 都能在人生这趟单程列车上放慢脚步 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一号车厢 我们看到了久违的场景 旅客面对面坐着 边吃边聊 很是悠闲自在 怎么想到今天来坐这个车的 那中吧 早就想上来 转车 过来体验体验 出一机位 怎么干下去 没人是从转户列车 感觉就把脊压额的时候 就可能是成笼子上来 我们想怎么干的呢 我们这几个人可以说 既凭汉盖楼但铁楼系统的 人数的主要行业 这位师傅呢 它是急不断的 开发车的 就是火车头 自己 这是持辆端的 负责这种持辆微数 火车喝了 拿辆是去持辆的 对 与火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对于铁路 对于火车 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 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 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铁路运输的发展 从铁路原来用蒸汽机 后来内燃机 现在动车 搞铁 原来这件冲员是三个人 三个人一个班 后来是换内燃两个人 现在动车出来一个人 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持辆了 铁路的火车速度 都散了四十五年 坐下这套车 唯一的我没过去呢 是好像不知道那个经历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 绿皮火车是会消失 会随着记忆慢慢逝去 也许会在未来的历史上 才能看到它的身影 但是它曾经陪伴着 我们走过的路 依旧在 谢谢谢谢 谢谢 这买这么多东西呢 啊 买得过多也多 你看看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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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今天从长点上吃到南博山来 都好吃哈 现在结束了回家了 对 到长州去赶得急 然后买了点葱 买了点萝卜 萝卜地瓜 什么的 他们看着很好 嗯 从那个博山南占到黑网 所以今天主要是领孩子来舔 就没坐过火车 让他们舔一下 高兴吧 高兴 我就是从青岛到了资博 从资博坐上小火车 上的泰安 因为什么 三岛以前吧 因为我是七零年结婚 找着青岛的婆家 天天坐这个 几乎是来回来去都坐这个绿皮车 非常有感情 就是我一听说有这么个小火车吧 我们老公们俩一上来 走咱俩去感受感受 这个咣当咣当的这个感觉 毁了我们两个 买了一块钱的车票 我把我这个票 要留给我儿子 留给我孙子 把他们笑就不行了 稍险拥挤的车厢 拉近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短暂的旅途 却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多好 你看人的气氛 是吧 一看就一般 那咱高铁没有说话的 你看 我一说在这 我说你看这上 这种感觉让人特别舒服 特别亲切 特别和谐这种感觉 他们这里人特别诚恳 特别热情 就就聊着吧 就一点没有这个距离感 当着以后他们就把我拉下来 坐这坐这拍个照片 廉价的车票 热闹的环境 热情的旅客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50年前 50年了我结婚 这50年做了多少次这样吃 一代换一代的这么做 现在能找回来这种感觉 你很不错吧 50年以前我结婚的时候 就坐的这个车 那时候沈阳到青岛 坐24小时 13块2的车票 慢车 我现在从青岛到唐山 现在在四五个小时 是吧 就是社会发展太快了 我们都赶上了这个时候 所以说吧 我们有回忆 我们还有加盖 对吧 在不断变化的时代 有些不变更加珍贵 对于很多人来说 绿皮火车都充满着时代回忆 从最初的通勤车 到后来的专户列车 再到现在的旅友专列 四十年来 有人离开 有人回来 晃晃悠悠的车厢 忽长忽短的气银 伴随着历史的车轮 继续向前